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KFK研究院 在前面的视频当中我们介绍了很多KFK预言和现实问题的关联 在后面的视频当中我们重点将讲述KFK的未来世界涉及到的各种主题 比如说灵性、未来学、神秘学等等相关的所有的一些问题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庚子年魔咒在世界范围的影响 可能很多朋友关注到了这个蝗虫灾害 它现在从非洲到印度所到之处把所有的农作物全都吃了 这个应该说真的是一个世界性的大灾乱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全世界都受到庚子年这个魔咒的影响 那么实际上它本质上来说 庚子年我们发现它很有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康波周期有关系 那么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疫情报告 最新的统计呢 国内是新增一千多人 疑似的降得很厉害 现在疑似整个大概是六千多人 从官方的这个态势来讲 疫情在国内应该是受到了一定的控制 至于说能够控制到什么程度 谁也说不清楚 可能信息不是很透明 但是呢 我觉得从趋势上来讲 应该说是好的现象 当然我也希望这个疫情能够尽快的控制住 这个老百姓受到的伤害更少嘛 但是呢 坏消息是呢 在世界其他国家反而形成爆发了 这个对全世界来说形成了一个灾难 尤其是日本 你看我们看日本2月16日新增四例 这个是除了那个钻石号那个公主号的轮船上面以外的 国内累计确诊了56人 这是他的整个图 而且呢 还有医护人员也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病毒的感染力有多强 然后呢 很那个日本国内呢 他画了一张图啊 就是统计图啊 大家可以从这张日本的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个感染人数的分布啊 当然大部分集中在这个船上面 但是呢 很有可能在日本的这个本土形成爆发之势啊 因为日本这个国土本身也比较小 然后呢 人口也比较密集 如果这个防护措施不利的话 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啊 然后呢 这个WHO的专家也称了全球担心日本疫情会蔓延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呃 日本的这个电视台呢 也做了一个模型的估计啊 如果说从感染第一日开始 然后到感染第三日到第四日啊 对应的30人感染的话 到第六日可能就有700人 然后到第十日就12万人 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 大家可以想见 呃 按照这个中国官方的这个统计 呃 国内的确诊人数才只有7万多 如果说按照这个日本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模型估算的话 到感染第十日就可能增加到12万 这个实在太恐怖了 所以呢 这个在全世界范围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那么除了在日本以外啊 在其他国家也出现了这种啊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所以呢 全世界的人民等等一定要警惕这个新冠病毒 不要让他这个根子魔咒啊 扩散到全世界啊 你看这个是英国的啊 从新加坡到英国的一个人啊 扩散到了至少11个人身上啊 这实在太恐怖了 然后呢 这个专家也说在中国以外 Outside China啊 有可能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爆发才刚刚开始啊 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个是2月12号发布的新闻 所以呢 这个新冠病毒很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这个大灾难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啊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蝗虫啊 为什么把它叫做非洲蝗虫呢 这是因为它从非洲起源的 当然它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搞不清楚啊 有传言说这个蝗虫啊 有这么大 你看这个有一个人比划这个手啊 当然这个这个蝗虫 我后来查了一下 这个不是现在的这个非洲蝗虫啊 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异种的啊 它确实太大了 你看这个可能比你的一个手可能有20厘米20公分这么长啊 这个实在太长了 如果说啊这个非洲蝗虫有那么大的话 那实在是太恐怖了 非洲蝗虫虽然体型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数量太多了 大概有呃估算的话有4000亿只 所以呢这个实在太恐怖了 这是从非洲起源 然后呢 他们不断的到处所到之处吃光所有的这个龙作物啊 到处飞然后现在好像飞到了这个印度大陆了啊 这里有一张图啊 可以展示它这个非洲蝗虫的整个迁徙的路径 大家可以看到是从大概就是从非洲的北东北这一块啊 东北这个角开始 然后呢慢慢的扩散到中东 浑跨中东以后呢 他们就到了印度啊 因为中东这一块呢 它都是一个沙漠地带吧 没有什么农作物 它基本上浑跨之后呢 就到了印度啊 大家可以看到到了印度的这个边缘 据说啊 这个现在有部分的蝗虫的先头部队很有可能到达了新疆 有有有朋友说啊 新疆那一块似乎也没有什么适合蝗虫吃的东西啊 这个季节也不太适合 但是呢它如果跨过这个新疆这一块区域到达呃中国大陆的中部 那这个实在太恐怖了 所以大家真的需要小心哦啊 这个根子魔咒 那有可能这个蝗虫又会成为大陆的一个下一个灾难的开始 大家想一下本身来说这个新冠肺炎导致大家不能开始工作啊 各方面啊就是坐视空山嘛 然后如果说这个蝗虫灾害在一起来到时候全世界范围内都缺龙作物 那这个影响可能就大了 对吧 不仅仅是对国内的对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 所以呢我们就不禁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不过根子年 却同样深受根子年魔咒的困扰 对吧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分析的 包括我们在上一期那个视频里面也分析了 这个根子年魔咒 它每60年啊 来一次每60年来一次 至少在整个中国大陆这一块是 真的是一直受到影响 最近的一次1960年这个大饥荒 对吧 实在是太恐怖了 饿死了几千万人 然后呢 这一次如果说这个蝗虫再加上新冠病毒 那就不考虑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灾害 那这两样就够中国人受的了 当然了 现在这个蝗虫呢 它已经侵害到了这个非洲和印度大陆 那大家都知道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大国 对吧 非洲当然人口也很多 那么如果说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里面 它影响所有的这个龙作物的收成的话 那全世界的口粮问题可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 那可能就不是光中国大陆饿死人的问题了 那可能全世界可能就有很多人都要饿肚子了 这个实在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 确实但是我们又提个疑问 因为这个庚子年大家说的庚子年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龙历年 对吧 也就是只有在中国这一块才沿用这个庚子 这样的一个称呼 对吧 至少在世界其他国家 他们没有 他们用的就是那个公历嘛 对不对 不是龙历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个庚子年魔咒呃在世界范围里面都是通用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提的一个疑问 因为他们不用这个庚子年这样的一个称呼 对不对 所以呢 呃 我简单的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哎 实际上在这个世界的这个领域有另外一个周期跟这个庚子年魔咒这样的一个周期啊是刚好是套在一起的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康波啊 他全称叫做这个康德拉纪耶夫长波啊 这个这个人呢 是呃 苏联的一个经济学家啊 他在研究这个大经济周期里面啊 他发现在整个这个世界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啊 发展形式当中啊 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长度大概是48年到60年 平均为50年的长期波动 哎 你看他这就提到了最长的对应的就是60年 最短的是48年 因为他这个经济周期嘛 他不会像这个我们这个统计根子魔咒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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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确吧 因为根子年他这个总是60年一个轮回嘛 但是他这个是长波 他是从48到60年之间啊 最长是刚好是60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确实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啊 跟我们的这个根子魔咒重叠在一起了 那有可能今年呢 他可能就是这个康波周期加上这个根子魔咒重叠在一起 那不仅在中国大陆形成这个巨大的影响 在全世界范围里面也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因为实际上啊 人类的所有的活动啊 最本质的实际上都可以归结到这个经济活动上面了 那你不管你是吃饭还是吃穿住行 任何的这个涉及到你的生活方面的 对吧 你工作上的你所有的这个实际上都涉及到这个经济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周期很有可能就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 你比如说如果说在一个国家 他这个所有的医疗自然很发达 那么他在应对这个病毒啊 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对不对 他可以对抗各种灾难的时候呢 他可能应对自如 对吧 他有充足的人力物力 有资金 有资金 对吧 支持他们 但是如果没有 他受到这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的影响 他本身就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状态 然后呢 再加上各种天灾 对吧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人祸了 对吧 那加在一起的话 那当然这个叠加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所谓的根子魔咒 当然在世界方面里面 你跟他说根子魔咒 他可能听不懂 但是你跟他说这个康波周期 他可能一下子就理解了 所以呢 我觉得啊 这个根子魔咒之所以在世界方面里面通用 很有可能是受到这个康波周期的影响 这个是一点点比较浅显的想法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关于这个根子魔咒的本质吧 好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的下一期节目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